它是美军最具代表性的装备之一 从上世纪的海湾战争 再到如今的俄乌巴尔 似乎当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时候 这款武器总会为前线 撑起一片空中保护伞 它就是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泽林斯基曾经说过 给我25套爱国者 还你一片安全的乌克兰天空 什么是爱国者系统 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 让许多国家如此看重 大家好 我是你们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北约之盾 爱国者防空系统 爱国者全称 用于目标拦截的相控阵跟踪雷达 是由雷神技术公司建造了 战区范围的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 被认为是美国军火库中 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 但实际上在该系统刚诞生的时候 这款系统的妥拦截率并不算强大 上世纪60年代 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 展开战略对峙 面对空中威胁和地对空的需要 美国启动了全天候地对空 中程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以替代原有的MIM-14防空导弹 雷神公司的爱国者系统 在11年后被选定为第三代防空系统 1980年 爱国者导弹开始小批量生产 1982年 第一批MIM-104防空导弹 爱国者样弹交付陆军 至此爱国者导弹出去雏形 MIM-104防空导弹 由火控和发射架两个大部分组成 其中火控部分包括 AN-MPQ-53雷达车 AN-MSQ-104指挥控制车 天线车和电源车 而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连 则主要由一个火控站 及与其相连的发射架组成 发射架的数量根据情况和任务的不同 配置在6个到8个 另外还会配有一个维修排 和一个反辐射导弹诱耳排 在挑选防空阵地的时候 火控系统至少要求 有30.5米乘30.5米的方形场地 发射架则占地约为3米乘15米 但这个时候的爱国者 还只能用来打打飞机 并不具备防导功能 两年后 美国国防部又因为 苏联的战术弹道导弹威胁 拟定了改进爱国者系统的计划 成为爱国者反战术导弹能力计划 目的是在不影响爱国者 基本型反飞机能力的同时 为系统增加反导能力 升级后的爱国者 加高了雷达的搜索扇面 使其能够在8000米的高度 成功拦截一枚 速度2马赫的长矛导弹 爱国者系统的第二阶段的 改进代号为PAC-2 PAC-2进一步改善了 地面雷达算法 并且第一次对拦截弹进行了升级 对导弹隐性和战斗部的改进 可以将来袭的敌方导弹摧毁 而不只是将其偏离弹道 同时它的隐性也更换为 双锥波数的M8-18E2 其中窄锥波数探测距离更大 可以用于对付导弹目标 较宽的锥形波数 则用于对付飞机 作战时通过雷达 至导弹的上行数据电 传递目标是导弹还是飞机 以及接近速度和横向速度的信息 使隐性的性能最佳化 1987年11月 PAC-2测试成功 并于1990年交付陆军 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爱国者被首次用于实战 科威特当地时间3月20号凌晨 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第一波轰炸之后 伊拉克部队立即开始向科威特境内 发射了7枚非矛腿导弹进行反击 其中有两枚遭美军爱国者导弹的准确拦截 随后又有多枚非矛腿导弹 被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 需要注意的是 这场战争之前 拦截弹道导弹 一直是一个未经过实战考验的概念 那爱国者导弹 为何成为非矛腿导弹的克星呢 首先就是代差问题 爱国者导弹是在1984年服役 比非矛腿晚了20年 技术水平要更高 而且非矛腿没有抗干扰能力 弹道已经确定和发射 就无法改变 加之弹体过大 速度又低 这对拥有先进预警能力的美国来说 确实比较容易 其次爱国者本身也非平庸之辈 和其他同代地空导弹相比 爱国者拥有更先进的预警和引导系统 可完成搜索 识别 跟踪 照射目标 制导导弹和电子对抗等多种任务 一部雷达相当于九部雷达的功能 它可在120度扇面内监视100个目标 同时跟踪8个目标 和向三枚导弹传送中段制导指令 并对三枚导弹进行制导 除此之外 它还采用了复合制导的能力 当爱国者进入末段飞行时 自身的半主动 自动寻地头开始工作 并实时将它所捕捉到的 飞毛腿弹道参数 反馈给地面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根据接收到的 相对角拼查数据 经精确计算后 肃经修正指令反馈给爱国者 最终爱国者按照预定的拦截弹道 接近飞毛腿 最终成功拦截 这次实战的成功 让人们开始对爱国者 有了巨大的自信 不少美国媒体在当时 都表示爱国者 对飞毛腿的拦截成功率高达90% 但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一枚伊拉克飞毛腿导弹 击中了沙特阿拉伯 宰赫兰的一个军营 造成美国陆军第14军 分队的28名士兵死亡 政府调查指出该次失败 归咎于导弹系统时钟内的 一个软件错误 在此之前 爱国者导弹连 已经连续工作了100小时 每一个小时 系统时钟会有一个好表迹延迟 100小时后 导弹的时钟 已经偏差了三分之一秒 相当于600米距离误差 由于这个时间误差 纵使雷达系统 侦查到飞毛腿导弹 并预计了它的弹道 系统却找不到 实际上来袭的导弹 美国陆军后来也正式公布 将原本爱国者 在沙特阿拉伯 和以色列的初始成功率 修订为70%及40% 到了90年代中期 美军开始全力发展 爱国者第三阶段 也就是PAC-3 前两个阶段的爱国者 主要是针对雷达 和通信系统进行改进 而PAC-3则使用了 来自洛马的全新拦截弹 它的体积更小 可同时兼容 之前系统的拦截弹 具有主动雷达制导引导头 和技术难度更高的 直接动能碰撞战斗部 这种硬碰硬的 直接拦截手段 虽然看似简单 但难度不亚于子弹打子弹 前几款爱国者导弹 采用的战斗部 皆为破片杀伤 主要是通过 在目标附近爆炸 来引爆目标 这使得其对于 导弹的杀伤力不够理想 而在三型导弹的研发中 研发部门 抛弃了传统的 破片战斗部思路 研发出反导动能撞击战斗部 通过撞击的方式来拦截导弹 而且由于新型拦截弹的直径 比旧型的导弹 缩小了0.155米 一辆发射运输车 得以携带16枚爱国者三型导弹 相比之下 旧型导弹只有4枚 在雷达方面 美军也对其进行了全面强化 升级为AN-MPQ-65雷达 它采用向共振雷达技术 具有高度灵敏和精确的探测能力 探测范围达到30到400公里 能够进行360度的全方位扫描 可同时捕捉锁定多个目标 能够高效识别探测和跟踪各种类型空中目标 包括战斗机 轰炸机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 其系统平均功率比前者提升近两倍 能够在干扰环境下侦测小型目标物 尤其在弹道飞弹周围还存在干扰物的状况下 更能有效辨别 识别 及确认弹头位置并予以拦截 经过不断改进后 爱国者PAC-3防空导弹 已经成为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 低层点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最为优先发展的项目 该系统主要被用于拦截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弹道导弹 其特点包括火力强 能够对抗饱和空袭 搜索速度高 跟踪能力强 反应时间短等 该系统还可以实施多个目标同步攻击 能够有效对抗现有电子干扰手段 并与其他的陆军系统和联合系统进行互操作 目前最先进的PAC-3最高时速可达5马赫 最大射程可达160公里 最大射高可达24公里 它的拦截方式是这样的 当敌方飞机或导弹进入防区时 雷达系统迅速探测到目标 并将数据传输给指挥控制中心 指挥控制中心根据目标特征和飞行轨迹 决定是否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拦截弹发射后将在中程使用惯性制导 飞向预定的拦截位置 并能在飞行中接收地基雷达的更新数据 到了末端阶段 制导方式再改成高精度的 KA波段主动雷达终端导引头 锁定目标再将自身加速到目标附近 最终通过高速撞击毁灭目标 只不过到了2008年 随着美国推出萨德防空系统之后 爱国者导弹就逐步退出人们的事业 毕竟相较于前辈爱国者 萨德的出场就十分强悍 洛马公司在2005年 成功完成萨德导弹首次飞行试验 随后导弹防御局将萨德试验设备 转移到太平洋导弹靶场 连续开展了11次拦截试验 并全部成功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有如此好的记录 该系统又号称是唯一能够 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 拦截弹道导弹的地基系统 拦截高度为40到150公里 这一高度正好处于射程3500公里以内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 3500公里以上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末端 由于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 正处于爱国者反导系统和宙斯盾反导系统之间 因此它既可以与地基中段拦截系统配合 也可以与爱国者等低层反导系统防御中的末端拦截系统配合 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形成连续的分层拦截能力 虽然两者在功能上属于相互补充的队友 但在萨德诞生后 人们对爱国者的关注确实变得更少了 正当人们认为爱国者再也没有发挥机会的时候 俄乌战争爆发了 这款来自上个世纪的老装备 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其性能不输当年 不仅多次拦截俄军的空袭 就连俄罗斯最强大的高超音色武器匕首导弹 已有多次传言被爱国者拦截 目前日本和美国正在爱国者PAC-3的基础上 开始进一步的升级 也就是PAC-3MSE型 它采用了更强大的双脉冲发动机 在空中拦截的时候 新的发动机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导弹命中击毁的能量 而且为使导弹能够在更高的高度作战使用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导弹安装了更大的气动度 新电池和电子设备 只不过在加装了这些升级之后 PAC-3MSE拦截弹的尺寸比PAC-3导弹更大 趋使用新的12连装M903发射装置 其一辆发射车可搭载12枚PAC-3MSE 比PAC-3少4枚 现如今日本的4个空自基地 已经开始换装爱国者PAC-3SME防空导弹 加强应对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威胁的能力 据了解PAC-3SME拦截范围 可达日空自现以PAC-3的2倍 且除了防御弹道导弹外也能拦截无人机 但用爱国者拦截无人机直不直当 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订阅本频道的记得订阅一下 在这里老亨特先行谢过 你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最后再祝愿屏幕对面的你身体健康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